1943年二战时期 德国的这栋老楼 竟然让拿枪的士兵给犯了仇 不仅有长相争鸣恐怖的鬼魅 还有幻觉与现实的轮番进攻 即便是手中有杀气的士兵 也难以抵挡 一股超自然的邪恶力量 正在叙事待发 这支五人小队 奉命守卫一座法国古堡 队长沉稳安定 狙击手老胡枪法齐准 寸头冰匹是团队的开心果 眼镜哥有文化 头脑清晰 而剩下一个大壮 肌肉结实 力大无穷 但这栋古宅 却阴气逼人 令人胆寒 一群人坐在沙发上 正喝着香槟 吃着美食 突然 楼上传来异响 五人相互对视 这栋古宅 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 这是什么情况 于是众人 骑高警惕 摆出战斗队列 顺着噪音 走了过去 众人穿过餐厅 来到房间 揭开帘布 发现远处窗户前 似乎有一个人影 当阴风吹起沙帘 那个人影 竟凭空消失 一旁的地板上 留下了两道抓痕 夜里 众人坐在篝火旁闲聊 眼镜哥在楼上 发现了一本日记 寸头在讲故事时 楼上再一次传来有节奏的异响 队长一听就知道是摩尔斯电马 眼镜哥掏出纸笔 破译出电报内容 居然是 我没有腿 众人很疑惑 突然一只老鼠掉进了炭火 大家以为异响就是这个家伙弄的 便没有在意 与是五人准备休息 他们竟然分房睡 果然按照恐怖片的规则 接下来就是怪事发生的时候了 首先是眼镜哥 他看见了屋子主人的全家福 但一转头 全家福里的人竟然都消失不见了 其次是老胡 由于兵种的特殊性 他习惯性拿着狙击枪 选了个制高点守候 恍惚间老胡看见远处的房子 有人上吊 正要细细查看 忽然八倍镜里冒出了一张鬼脸 把他吓得够呛 一时间恐怖的氛围 笼罩了古宅 人人都心神不宁 此时老胡接到了无线电的通知 有一只50人的德军要经过这里 怪不得上一波助手小队溜得那么快 战争即将打响 眼镜哥帮着老胡布置阵地 无意间他们在地毯下 发现了一个五芒星镇 看来屋子里的怪事 跟这个五芒星镇有关 眼镜哥去搬柜子 然而门却突然合闭 把眼镜哥的手指头都夹断了 老胡看了一眼镜子 忽然间他发现 自己身后居然有人 但大家没空思考这些 德军就要来了 晚上眼镜哥监听电台 却听到了一群女人的念念碎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恶毒 小队知道这个宅子不干净 果不其然 怪声再次发出 跟昨晚一样是摩尔斯密电码 这里的鬼魂在警告众人 离开宅子就得死 但德军才是最大的威胁 他们决定躲在屋子里避险 入夜 德军大部队赶到 大家屏住呼吸 一点也不敢动 本来德军就要离开 忽然屋子里的鬼魂 整出了怪声 众人无奈 只得应战 德军直接扔出手雷 为了保护队友 大壮用身体盖住了炸弹 结果被炸弹 四肢红缺昏迷不醒 剩余的队员立即展开巷战 没想到屋子里还有一股势力 那帮鬼魂开始虐杀来犯的德军 有被按在浴缸里淹死的 又被吊死的 燕金哥更是悲惨 他亲眼看见一个女鬼 将德军士兵活活烧死 五十个夺狗鬼子 在五人和鬼魂的夹击下 全军覆灭 一时间 五人不知道这帮鬼魂 是敌是友 接下来是不是要对自己动手 大壮伤势惨重 即将归西 晚上 燕金哥翻阅日记 发现那些德军的死法 与日记里纳粹残杀屋主人的方法 一模一样 首先是屋主被烧死 女儿被吊死 儿子被溺死 包括老婆 全都被纳粹虐杀 他们的尸体没有入土 所以才在房子里游荡 不仅如此 受伤的大壮忽然雄起 不断重复着说 不是真的 想起来紧接着变昏迷了 队员们一脸诧异 情况越来越糟 于是大家一致决定离开古宅 于是剩余的四人 用过量的马飞对大壮进行了安乐死 走出古宅 怪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们无论走多远 眼前的事物都是如此的熟悉 他们一直都在原地里兜圈 真的很不正常 无论四人如何挣扎 他们始终都没有能离开古宅的附近 看来那些鬼魂 是有意要留他们常住啊 既然走不掉 那就去找他们谈谈 于是四人决定返回古宅 帮助鬼魂将他们的尸身安葬 说不定就能放过自己 众人拿出面粉 撒在客厅 不一会儿 一串串脚印 随之浮现 女主人露出了争鸣的面容 她拉着队长 来到了附近的小屋 被纳粹杀死的一家人 就整整齐齐地马在楼道里 四人将尸体拖了出来 为他们举办了葬礼 并在其中的一具尸体上 找到了那本日记的最后遗言 眼镜格细细查看才得知 住在宅子里的一家人 并不是法国人 而是阿富汗人 宅子的女主人 诅咒那些袖手旁观的人 永世不得按你耳 这就摸不着头脑了 一伙法国一伙阿富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就在大家准备撤离时 灯光忽然暗了下来 鬼魂再仔细来 楼上老胡还坐在法阵中发呆 楼下三人和鬼魂 已经打得不亦乐乎 突然鬼魂的身体 开始抖动魔弧 像是卡巴格式的牛洞 队长往后一看 发现大壮断的四肢 正跪在地板上 不断传住着 这不是真的 一战激烈的抽搐与患事之后 队长的眼前 冒出了一队医护人员 他定睛一看 发现四周 是一片非常高科技的医疗室 自己和四个队友 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迎面的光头告诉队长 还记得阿富汗的那一天吗 队长陷入回忆 原来真实世界里 自己与小队 是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街头人把地点 选在了一处医生家 然而恐怖组织突然袭击 街头人下了死命令 让小队躲在幕后 五人亲眼目睹了 这帮恐怖组织的家伙 烧死了医生 吊死了医生的女儿 还淹死了医生的儿子 而经历这一切的女主人 因为受不了折磨 抱着炸弹 诅咒了这个五人 还将他们炸成了重伤 事后 他们被送到了这里 光头利用先进的合成技术 模拟出军人遇害之前的情形 给他们一个弥补的机会 从而治疗心理创伤 但程序一时间不稳定 出现了问题 死前大壮就是醒来之后 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而死去 至于为什么要选二战为背景 因为多次治疗效果显示 二战背景的模拟效果最大 但是模拟的环境 应该是温和的 而不是队长 幻境里的那样怪力乱神 不仅如此 连同那个神秘诅咒 一起出现在众人脑海中 这显然违背了模拟的初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 折磨至死的 阿富汗一家人的鬼魂 跟随自己来到美国 就在这间治疗室内 钻进了他们的脑海 此时 治疗室一片黑暗 片刻之后 中央的模拟屏幕上 出现了鬼魂的身影 队长知道 必须回到过去 就想那一家人赎罪 面对过错 才能挽回局势 于是队长 重新选到了模拟环境 他看见不远的树上 有一个男人 正在注视着自己 队长问了句 你想怎么样 然而那个男人 却并未回答 电影采用了开放式的结局 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 电影在惊悚镜头上处理的相当到位 但唯一不足的是 结尾太过于仓促 这五个士兵原本应该得到 创伤后的心灵治疗 但阿富汗一家人鬼魂 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所以在虚拟世界中 不断让他们回忆起 阿富汗的事情 不停地折磨他们 不让他们得到救赎 要充满负罪感 如果没成功 就会无限循环下去 影片的内核 是对战争的深恶痛绝 通过梦境的带入 亡灵的诅咒 揭露战争的残酷 即便士兵脱离了战场 但心里所受的创伤 和内心的谴责悔恨 则会像幽灵一般 伴随一生 这部披着恐怖科幻外衣的战争片 运异的深意 像极了恐怖游轮 一切开始的地方 也将是一切终结的地方 战争的残酷 平民的悲惨 如数鲜亮的尽头 让我们这些生活 在和平年代的人们 感到震惊 所以诸位 珍惜和平吧